马利欧赛车实况家庭赛车场 这一看又是一个非常适合送给小朋友的玩具 真有你的啊 任天堂 把我到小孩耍呢 马车扒开得好好的 来了一个这么个什么AR赛车给我玩 真是的 以为我会上当吗 这个在自家客厅里面游玩的实况赛车 究竟好不好玩呢 让我来亲自试一下吧 首先先来下载游戏吧 这个游戏每一个人都可以在自己的搜索上面免费下载哦 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个盒子里的东西的话 你就不能玩 哎 说这个坏不坏 太过分了 看看都有啥 然后一下就偷完了 往一个线 小车车 哎呀 方向盘不能转 上面有一个AR的摄像头 后轮是不动的 前轮控制左右方向 好多板 做好了 两个方向指示牌 四个checkpoint 然后我们应该就可以搭建出一个自己的赛道 进行游玩了 哦 还要拍一个驾照照片 这可能是我人生中唯一一次拍驾照照片的机会吧 来吧 嗯 这个AR马里奥赛车其实最大的特点就是自制赛道 毕竟场地是在真实的自己家里 摆好四个大门以后就可以操控小车跑出轨道 只要一次经过四扇大门就可以了 没有其他的限制 道路也可以交叉 嘿嘿 猫猫在等我 比赛里其实和普通的马里奥赛车很像 创建好赛道以后可以玩大奖赛模式 大奖赛模式里有不同主题的赛道 会在赛道上添加不同的陷阱和环境 比如冰雪关卡里 撞到小冰人就会被冻住 熔岩关卡里 天上会掉下一块块岩浆非常烫 复古马里奥关卡里 会有巴比特的库里堡在路上横着走当路障 太简单了 我们来丰富一下我们赛道 换装 先加点植物 做一个热带雨林赛道 再来一点马里奥元素 我准备搞一点有意思的 这三个游戏叠就是我模仿马里奥游戏里面的那个砖块 你开过来的时候必须 把他推掉 我的赛道还包含了一段这个沙发底下 所以我准备做一个银河隧道 游戏里面都只是吃普通的金币 但我不一样了 你看我可以吃赛尔达的金币 八方旅人的金币 还有玉币的金币 但是我的金币吃了不会有好事情 吃了就翻车啦 这是一个电钻 电钻本身会转嘛 哎呀 电钻头上用透明胶带粘一块纸板 小赛车必须要通过这个旋转的扇叶的门才可以 游戏里面的香蕉皮 这是道具 竟然是玩的A12马里奥赛车 我当然是要在现实中搞一个香蕉皮 我看就在这儿吧 如果有人滑倒的话 那也是我滑倒 最后一步 猫咪关赛席 不要下来哦 乖乖 虽然这个游戏里的路障会同时影响你和电脑 但是电脑是不会鸟你现实中的路障了 这个现实中的赛道越复杂就越是自添烦恼 我靠 这是我自己的香蕉皮啊 卡死啦 卡死啦 这个微缩世界的视角还是挺神奇的 整个客厅好像格列夫游记里的大人国 感觉面积都变大了 现实中的猫猫弱小可怜又无助 到了游戏里就变成一个庞然大物 一个挡路的大怪兽 我其实没想到的是 这个游戏大部分的内容 其实大头都在软件里 赛道的变化有很多 还有车和马里奥可以接受 难道这就是马车9吗 这是Switch上唯一一个马里奥赛车星座吗 马里奥赛车实况家庭赛车场 玩起来还是很快乐的 不过搭赛道还是挺花时间 也挺占地方的 不知道大家会喜欢这个游戏吗 反正我的猫猫是挺喜欢的 游玩过后 记得收拾好房间哦 我们下期再见